第二个问题 促销的组合策略 这个促销的组合策略呢 这是经验先增加的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想请大家做一个重点 就是在促销策略当中 我们说最基本的策略有两种策略 一个叫推式策略 一个叫拉式策略 当然这次基础上 把它俩综合在一起 就形成推拉结合策略 首先我们看 什么叫推式策略 推 想象一下推往前推 我们说推式策略 主要是指企业的利用 人员推销和营业推广 这两种促销方式 以中间商为主要的促销对象 也就是推式策略的 这个策略点是谁啊 策略点是经销商 就中间商 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人员推销和严业推广 人员推销 你比如说是厂家呢 配出他有关的推销人员 拿着这个产品的宣传单 拿着产品的说明书 拿着产品的样品 然后找什么呢 找中间商 所以这个人员推销 是厂家配出人员 直接到经销商 宣传他的产品 介绍他的产品 逐利点是谁 中间商 因为推广呢 就像我们所讲的 你中间商 如果推销我的产品的话 从中呢 我们能够拿到什么 推广津贴 推广折扣 所以他又用这两种方式 逐利点是 只要逐利于中间商 然后我们说 这又中间商呢 把这产品 最终推向市场 也就把这产品 推向最终的顾客 最终的消费者 所以一直是往前推 企业的逐利点是 推给谁 推给中间商 而中间商 再把产品 推给最终的顾客 这就叫推迟策略 主要有出销方式 打造两种 一个人员推销 一个人员推广 那么第二个策略 是叫拉斯策略 拉斯策略 我们说拉斯策略 这种策略 主要是利用什么 主要是利用广告宣传 就是广告出销 公共宣传 还有人员推广 等这些出销方式 这三种方式 以最终的消费者 为出销对象 也就是拉斯策略的 着力点是什么 着力点是厂家 直接呢 把最终的顾客 作为出销对象 消防设法的 极法的最终消费者呢 去增强对我产品的 兴趣和需求 那么我们是一旦 把这个最终修费者 做积极性 修费积极性 调动起来以后 然后呢 这由最终的修费者 小中介商 然后中介商呢 小制造商 去购买这个产品 修费者小中介商 去购买产品 中介商呢 这小厂家 去购买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说 它相当于是个 拉式的一个策略 拉动的 相当于是最终顾客 就到头 最终的 这个消费者 怎么样 我们说 拉动中介商 市场需求 拉动中介商 去建设产品 而建设商呢 在拉动厂家 所以是个拉力 是相当于是 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 那么第三种 就推拉结合的方式 我们说 推拉结合的方式呢 就是把 这两种方式 结合起来 比如 在发布广告的同时 所以企业在打广告的同时 配处推销人员 像中介商的 推销的产品 刚刚我们跟大家讲了 你打广告 就发布广告 这种意图 主要是相当于 把谁作为出销对象 这个广告出销 我们说 主要是把 最终消费者 作为一个出销对象 所以发布广告 这个倒头 也是哪一种策略 倒头于 是我们所讲的 拉式策略 着力点是最终消费者 同时配处推销人员 向中介商推销 向中介商推销 就是着力点是谁 中介商 这当然是属于 我们所讲的 推式策略 所以呢 它是拉式策略 和推式策略的结合 叫推拉结合策略 这比如 企业者举办产品 展销会的同时 同时 向中介商的 寄出大量的 产品宣传单 我们说 可以展销会 举办产品 展销会 实际上 主要的着力点 也是想 最终的消费者 最终的顾客 去推销我的产品 所以这个举办 产品的展销会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上是一种拉式策略 同时呢 你又想中介商 寄出大量的 寡购宣传单 这个又导同意 是什么 推式策略 所以它也是个 推拉结合 那么刚才跟大家讲 拉式策略 我们说寡购宣传 通常情况下是 出销的对象是谁 最终消费者 最终消费者 各国宣传呢 宣传整个企业形象 这个当然我们说 灭下的也是谁 也是最终消费者 最终消费者 这个营业推广呢 我们说营业推广 那么这种方式 我们说不仅仅 可以又用于 面对中介商 其实我们说 面对最终消费者 可以也又远业推广 像刚才所讲的 啊 送赠品 是吧 然后呢 免费使用 这些这也是针对 最终消费者的一种 出销方式 所以营业推广 这种方式 不一定是 全部是适用于 中介商的 也可以适用于 最终消费者 这是我们要结合 具体案例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啊 就是这个问题 我认为 今年先增加的 而且这个问题 很容易在 今年年的考试当中呢 啊 涉及到这方面考题 即使在主观题当中 不涉及到 最起码我觉得 应该在选择题当中 考察的问题 啊 所以大家重点是 要注意一下 推式策略和拉式策略 这个其实 这个如果画个图的话 啊 这个看着就更加清楚了 推式策略就相当于是 怎么样 制造商 直接着力点是什么 也就是说 出销的对象是谁 出销对象 直接的着力点 是面对中介商的 啊 着力点不是面对 最终顾客 那么我们说 中介商 然后呢 这一负责把这产品呢 推销给谁 推销给最终的消费者 最终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说 这叫推式策略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 制造商推广到 推下谁 推向中介商 而中介商的这把的产品 推销给最终的消费者 而拉式策略呢 我们说 拉式策略呢 到头一着力点 是制造商的 手机着力于谁啊 我们说 出销对象 是最终的消费者 啊 消费者 我们说 把消费者之处 消费欲望 消费需求 调动起来以后 然后怎么样 我们说 然后呢 有最终消费者 最终消费者 向中介商的去购买商品 去中介商 去经销商 去购买这种商品 而中介商呢 最从厂家 去购买这种商品 所以我们说 这个拉式策略 一定要注意 是先从制造商的 逐利点 是最终消费者 然后最终消费者 再从中介商 转购买商品 中介商 再从厂家 去购买商品 所以呢 是一种需求拉动 就是把最终消费者的需求 给拉动起来以后 而最终消费者 又从中介商这 怎么样 我们说 在购买商品 这不就又 带动需求了吗 那中介商 有了这种需求 和这种厂家 在借货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 拉式 实际上到头 也是从需求拉动的角度来讲的 需求拉动 而推式策略是什么 推式策略呢 实际上就 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讲 是从过激策的角度来讲的 是从过激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我制造商 如何去调动中介商的积极性 去监修我这种产品 然后中介商 有人做积极性以后呢 然后想方设法 把这种产品最终 再推下给最终的消费者 所以推式策略 策略从过激策的角度来讲 提出这种策略 而拉式策略策略 是从需求端 从需求角度来讲 推出这种策略 这是我们如何来理解 拉式策略和推式策略 大家把这个道理理解了就可以了 在这个基础上 比如说 我们给你结合一个案例 这些选择 就这本案例当中 该公司拥有的 促销组合策略有 涉及到推式 拉式和推拉结合 大家要把这部分内容呢 要做一个重点 很好去理解它 好了 下边呢 我们请大家看这一点理解 说主营体育用品生产 和销售的拥挤公司 开发出一款 智能家用跑步机 为了使 这个产品销售的战略市场 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主要的商场的举办 促修活动 宣传 该产品能够根据使用者的年龄 身高 体重 脉搏频率等胜利指标 自动显示 使用者 应该 选择的最佳的跑步数和用途时间 同时宣布 企业20名购买者 可以获得产品免费保修期 从三年延长到六年的优惠 拥挤公司车油的出修组合车油的要素 有 实际上到头于 问你这个案例当中呢 他的出修的方式 又有哪几种方式 给大家看 说公司的销售人员呢 这一主要的商场 举办活动 宣传什么呢 宣传该产品的特点 还有他的好处 也就是他的功能 这个我们是好明显 这是属于什么 这是属于我们典型的人员推销 人员推销 推销给谁啊 当然我们是人员推销呢 可能是推销给最多的消费者 也有可能是推销给中介商 这个好明显 他就是推销给最多的消费者 推销给最多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是如果结合前边所讲的 结合我们前边所讲的 这个推销策略的话 这应该是属于什么策略啊 当然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拉式策略 拉式 着力点是最多消费者 拉式策略 同时宣布 且二十名购买者 可以获得产品免费保修期 从三年延长到六年的优惠 这个着力点也是谁啊 也是一个最多的消费者 是厂家 厂商呢 直接着力于最多消费者 免费获得这种优惠 这当然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这个严严推广 严严推广 所以就本案例来讲 我们说设计不设定 到中间上 没有着力于中间上 所以我们说 这是底线的 我们刚才所讲的什么 如果问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 出销策略的话 应该是属于拉式策略 它的着力点 是最多消费者 当然我们说 如果这个题改造一下的话 反过来我们说 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热情调动起来以后 然后呢 我们说 这个消费者呢 就从该厂商的经销商商 去大量的 有越地去购买的产品 同时经销商呢 又从社厂厂家大量进货 这就是个完整的什么 我们说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拉式策略 拉式策略 这个就是 看这个题的时候 这个题本身 我们的比较简单 我们的出销四种方式当中 主要是 人员推广和人员推销 姑姑宣传 它并没有说 宣传我们这个企业的形象 塑造我们的企业的声望 没有 广告出销呢 我们说 它也没有打广告 所以这个题 应当时选择C和D 就人员推广和人员推销 下一题 乐龙旅行社 定期开展会员的俱乐部活动 活动期间 该社厂参加活动的会员 提供免费茶点 风景摄影 还有旅游知识讲座 项目 旅游新项目推荐等 建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 在上述活动中 乐龙旅行社 采用了促销组合要素 也就算 在上述活动当中 这家旅行社 采取哪几种促销方式 那大家看 向他的会员 提供免费茶点 风景摄影 旅游知识讲座 我们说免费茶点 风景摄影 还有旅游知识讲座 这个是属于我们所讲的什么 这是属于严严推广 严严推广 也就是说它既不属于广告出修 也不属于人员推销 也不属于什么 国国宣传 所以它是属于严严推广 免费的茶点 免费给你讲的风景摄影 还有讲的旅游知识 这都免费的 那么旅游新项目推荐呢 旅游新项目推荐 这当然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人员推销 就人员推销 所以选择谁 建议了良好的社会工作形象 就等同于宣传的谁啊 宣传的整个旅行社 树立这个旅行社良好的形象 扩大它的致敏度 所以这是属于什么 这是属于公共宣传 那么在这里设计不设计 寡共宣传的不设计 所以我们说这个体正确的选项 就用当时选择ACD 这是我们以上呢 所介绍的啊 这个职能战略 当中的市场营销战略 我们前面和大家讲 这市场营销战略本身呢 我们说很重要 同时呢 根据刚才的介绍呢 同学们可以看出来 在今年的教材当中呢 这部分内容也做了比较大的补充 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我想 这个市场营销战略 一定要把它造一个重点 同时又注意 建议新增加的那些内容 前面我讲的时候 已经提醒同学们 要注意的 下面我们前面 大家看第二个职能战略 就是研究与开发战略 我们说这个研究与开发战略 这个职能战略呢 也是一个考试的重点 也是在历年考试当中 几乎几乎 在最近几年当中 每年都考的问题 都要涉及到的 当然我们所讲的问题呢 主要是在主观题当中涉及到 所以我想这个职能战略 也是由同学们 把它做一个重点 那么在考试过程当中 主要考哪些问题 一个是要求大家 找野发的类型 研发的类型 要结合案例来分析 这个公司的研发类型 有哪几座类型 我们说研发的类型 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产品研究 一种叫流程研究 产品研究呢 主要讲的是什么 产品研究主要讲的是 新产品的开发 我们说这里的新产品的开发 既包括开发全新的产品 也包括对原有的产品 进行给量 给造 这么两种情况 这都是属于产品研究 范畴 那么我们说这个产品研究 再做研发类型 如何帮助企业 建立竞争优势 实施 基本竞争战略的呢 我们说新产品开发呢 当然是企业竞争优势的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实施参与化战略的企业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说实施参与化战略的话 这个参与化 我们说可能是产品的参与化 也可能服务的参与化 可能市场的参与化等等 那么其中产品的参与化 是企业形成参与化 优势的很重要的来源 因此 这个产品研究 就到头于 为企业实施参与化战略的 跌跌很好的基础 所以它对实施参与化战略企业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第二个是流程研究 流程研究 那么我们说流程 什么叫流程 简单来讲 流程就是指 有一系列的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 一些相互关联活动 联结和形成的过程 流程就是一系列 给客户创造价值 相互关联的活动 形成的一个过程 就称之叫流程 那么我们说 通常在实际过程当中 可能且现有的流程的不合理 流程不合理 比如说 有哪些问题呢 可能我们说 现有流程当中的 非增值环节太多了 非增值环节 就并不增加顾客 价值的一些 非增值环节 或者是非增值的活动 太多了 可是我们说 你之前这些 非增值活动 也是有财保费用投入的 因此呢 我们说 现有流程不合理 那我们就要对流程 这些重组 或者就要对流程 这些优化 尽可能的修除这些 非增值环节 提高那个增值环节 或者就增值活动的效率 然后呢 降低成本 提高质量 说短时间 提高效果 因此我们说 这个流程研究 流程研究 对于实施 长保两仙 战略的企业也好 还是对于实施 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项工作 因为刚才讲了 我们说通过流程的 创组也好 流程的优化也好 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提高效率 加地产 那就配合 企业实施什么 长保两仙战略 当然我们说 通过流程的优化 流程的重组 流程制造 我们说可能是 创造价值的某些活动 提升它的什么 差异化 独特化 所以我们说 优微企业实施 差异化战略的 跌跌了两好基础 所以产品研究呢 和哪个战略 关系比较紧密 和差异化战略 比较紧密 而流程研究呢 我们说和承拨流程 战略也好 和差异化战略也好 联系都非常紧密 是服务于这两个战略 这是第一点 就是关于研发的类型 第二点 研发的多力能源 这个也是在 主管题当中经常考的 所以企业为什么要研发呢 你研发的多力能源 能源于什么呢 我们说 这个研发的多力能源 我们分为两种 一种叫需求拉动型 一种叫技术推动型 一个是拉动 一个是推动 这个怎么去理解 首先我们看 需求拉动型 就需求拉动 一个企业去研发 我们说需求拉动型 也称之叫市场牵引型 也就是这种研发 源自于什么 是源自于外部市场客户的需求 拉动我们去这些研发 所以研发的多力能源 是来自于外部市场需求拉动 那么这里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所以过去呢 曾经 这里四川市场呢 这个海尔袭基 因为这上个世纪 九星年代 以及本世纪初 这个海尔袭基呢 在全国的品费资源度 是非常高的 市场占有力也非常高 可是呢 在四川的某个地区市场 就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是客户呢 向总部这些投诉 投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总部呢 就派人呢 到了四川的地方呢 去调研调查 那么客户为什么 对他这些投诉 客户说了 你海尔袭基的故障 频率比较高 结果总部派人以后 发现什么问题啊 所以搭地用户呢 拿了洗衣机 给干嘛 洗衣机给洗红薯呢 洗衣机洗红薯 你想想 从泥地里头 把那红薯泡出来 拿洗衣机洗 那么我们说 你的淤积的这种泥沙 当然必然会影响 洗衣机的正常用战 这个其实本来我们说 是由于用户 这使用过程当中 对产品使用不大造成的 但是我们说 作为茶家 海尔袭这样想 他们怎么想呢 既然我们说 这个客户 就用户 需要洗衣机呢 能够洗红薯 希望他能够 有这种功能 他说洗衣机嘛 当然我可以洗衣服 当然我希望 他也能够洗红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海尔呢 对他原有的洗衣机呢 就建设了技术改造 在消瓦这个地区的洗衣机啊 窝窝上呢 就做了个改动 专门为 消瓦这个地区的洗衣机 在窝窝上 做了什么改动呢 我们就做了改动以后 做了这个改动以后 这个洗衣机呢 我们都不解决能够洗衣服了 还能够什么 洗红薯 洗红薯 就解决了我们说 洗红薯 鱼机泥沙呢 这堵塞 不能正常用 这样的缺陷 所以呢 我们说对了产品 洗衣机的产品 这些什么 这些呢 给量 给净 所以我们说 这种改动啊 增加窝窿 在消瓦各地区的窝窿上 做了改动 我们说这种技术改进 或者现有产品的改良 那么这种研发的动机来源 当然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 就是我们经常所讲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 客户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需要开发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我们说 这个研发的动力来源 是来源于 外部市场需求拉动 这叫需求拉动性 那么 研发的另外一个动力来源 称之叫技术推动型 技术推动 那么这个技术推动型 我们的拖插情况下 这个研发的动力来源 来源于什么 就来源于 这个企业自身的 自助研发能力比较强 就是自助研发能力比较强 而且它的定位呢 要争取成为 整个产业 或者市场的一个技术领袭者 所以在这样一个定位之下 企业呢 就会积极主动的 去这些研发新产品 新技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企业的这个研发 动力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这种技术的推动 企业往往呢 我们说这种技术研发团队 力量比较雄厚 研发能力很强 而且呢企业 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企业的这种 自助研发能力呢 不断的推动着 这个企业搞研发 所以这就技术推动型 这里举例的时候 给大家举微软 说微软公司 这是凭借它持续不断的 这种技术变革和创新 始终在这全球电脑 视察的最前一眼 最前端 那么我们说 微软公司呢 这个研发中心 不断的为其注入 来自全球视察的新观念 新影响 使公司的技术创新和变革 始终充满火力 不仅延连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而且也适应了全球 各地市场的需求 这就是微软 为什么能够成为 全球电脑行业当中的 技术领导者 这个完全是来自于 这个微软公司自身的 这种研发能力比较强 同时呢 它的定位 就定位在全球 这个电脑市场 电脑技术方面的领先者 所以呢 靠这种技术不断的创新和变革 推动这个研发 这就叫技术推动器 研发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企业自身的 不是来自于这种外部客户需求 拉动的 第三点 是关于研发的战略作用 这个研发的战略作用呢 在近两年的公司当中 主观题当中也涉及到 尤其我们结合案例来分析 这个 案例当中这家公司 研发的战略作用 我们说研发的战略作用 主要结合前面 已讲过的内容 这个研发 这战略当中的作用 主要提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的第二节 第三章第二节 我们讲到哪个问题啊 我们讲到 波特的三大基本竞争战略的时候 我们的城堡列弦战略 差异化战略 集中化战略 那么这个研发如何配合 出城 或者推动 这个基本竞争战略的实施呢 那么大家想 我们讲到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 因为研发的内容 包括产品研究和流程研究 其中我们的产品研究呢 就包括新产品开发 是吧 那么这种产品创新 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 带来差异化 所以产品研究 是形成产品差异化的来源 也就是有助于配合企业的 实施差异化战略 而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流程研究 流程研究 我们说能够使企业呢 采用长保两线战略 或者是实施差异化战略 也就是流程研究呢 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什么 低长保流失 或者是同时还能够带来 差异化流失 所以这个流程研究 既配合了长保两线战略 也配合了差异化战略 当然我们说 既配合了长保两线战略 又配合差异化战略 当然也就到这里 配合了什么 配合了集中化战略 因为集中化战略当中 就包括集中长保两线 和集中差异化 所以概括一句话来讲 研发当中的产品研究也好 流程研究也好 能够帮助企业呢 带来这种低长保流失 或者差异化流失 当然产品研究中 带来的是一种差异化流失 而流程研究刚才讲了 既能够带来长保 低长保流失 也能够带来差异化流失 第二个是价值率 我们说价值率 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二节 所讲到的什么 波特的价值率 波特的价值率 我们说在波特的价值率当中 波特认为创造价值的活动 包括五项基本活动 和四项知识线活动 其中我们在这种 四项知识线活动当中 有一个叫什么 叫技术开发 这个技术开发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研发 所以我们把这个研发 或者技术开发呢 就纳入到价值率的 支持线活动大多的以下 那么我们说通过这种 技术开发呢 再向支持线活动 或者辅助线活动 我们说它既服务于 基本活动 也服务于 其他的三项知识线活动 所以我们说这个技术开发也好 研发也好 通过服务于相关的 这些基报活动 和知识线活动以后 当然我们是有助于 八重企业呢 带来低藏宝的优势 或者是什么 差异化的优势 就通过 服务于基报活动 或者其他这四项活动 我们说可能会给你带来 低藏宝的优势 也可能会给你带来 差异化的优势 所以呢我们说 有助于强化 价值链当中 这些活动 创造价值的能力 因为支持你 辅助你 所以呢 提升这种价值链 创造价值的能力 战略能力 这是他的第二个作用呢 是提升在 波特的价值链当中的 第三个 是安舒服举证 我们说安舒服举证 也创造叫 产品视察组合举证 这是我们哪个地方 讲过的问题 我们第三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我们讲到 发展战略的时候 其中讲到什么 讲到密集型战略 是吧 讲到对越化战略 我们首先就讲了 这个安舒服举证 也就是产品视察组合举证 对吧 那么我们说 在安舒服举证当中 大家知道 我们说 根据产品和视察 这两个纬度 这些组合的话 我们说形成 几个象限 我们说形成 四个战略象限 四个战略象限 也就是具体的形成 四种战略 当然我们说 其中三种战略 就市场渗透战略 市场开发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 我们说 归继到一起 统称就有密集型战略 而新产品和新市场 单独出来了 形成个多元化战略 那么我们说研发呢 是如何支持的 安舒服举证 四个象限战略的呢 我们说 通过产品的囚禁 通过产品的囚禁 来实现市场渗透战略 和市场开发战略 这个如何去理解 大家看 我们说市场渗透战略呢 作为强调的是 如何提高现有产品 在现有市场上的 市场占有率 就现有产品 是力主义现有市场 如何在接受 政地的协议条件下 扩大我的地盘 那么我们说 市场开发战略呢 我们说市场开发战略 强调的是 现有产品和新市场的组合 就是如果把我现有的产品呢 推下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我们说市场渗透战略也好 还是市场开发战略也好 多强调这个产品 什么产品 是现有产品 因此我们说 你这个研发 我们说可以呢 使得现有产品的建国改良 改造以后呢 做得更好一些 因此我们说 这个研发当中产品的囚禁 囚禁 产品的囚禁呢 实际上就是在现有产品基础上 我进一步的优化 提升 改良 这不就做得精了吗 所以我们说 这样的话 有助于把现有产品 现有市场的风格 再有力提高 或者是更有助于 把现有的产品 给它推向新的市场 所以这两个战略 是通过研发当中什么 产品的囚禁来实现的 而另外两个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 我们说产品开发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到头 于是新产品 和现有市场的组合 而多元化呢 强调的是新产品 新产品 和新市场的组合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战略都强调什么 这两个战略都强调的是 新产品 我们说这个新产品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 成全新的产品 全新的一个产品 而不是说这原有产品 基础上给了产品 这个全新的产品 而 开发这座全新的产品 也就是更 对于这个产品开发战略 和多元化战略 更需要 更显著的一个产品创新 所以这个产品创新 创新什么产品 这个全新的产品 所以我们说通过 同样是通过这种研发 研发这种全新的产品 有助于配合这种产品 开发战略 和产品多元化战略 所以到头 对这两个战略 就形成一种什么支持 这是 按说负举证 是第三章第一节 所讲到的问题 这里大家 总是关注的三个方面 就可以了 所以脑海当中 有个深刻的影响 一讲到研发的战略 体现为第几章 第几章 哪几个问题 我们说一个是 第二章的第二节 讲到波特的价值量 研发呢 也就技术开发了 作为其中的一项支持线活动 它对基本活动 还有其他的三项支持线活动 提供一项支持 有助于呢 这些价值创造活动呢 是些低藏宝或者差异宝 同样的我们是强化这些价值创造活动的价值创造能力 也就是帮助其强化你的价值链 所以呢 强调它的作用有三方面作用 那三个方面 你脑海大作用注意的 就是说 做案例的时候呢 你不要一路了 不要一路了 如果没有明确说是 研发在哪方面的作用的话 那你不要一路了 作用从三个方面 一个是波特价值量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第三章第一节 讲到安索夫举证 也就讲到密集型战略 和什么和多元化战略 细分为四种战略 是吧 它是起到什么支持作用的 就产品求精 是服务于市场渗透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 而产品实现更协助的创新 有助于配合哪个战略 配合 配合产品开发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第三个作用 主要是体现为 我们教材第三章的第二节 就是基本竞争战略 就三大基本竞争战略 这个主要是在研发当中 这个产品创新呢 是服务于谁 是服务于参与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 还有呢 集中差异化战略 对吧 那么这个流程创新呢 流程创新 我们是既服务于 藏宝链线战略 也服务于 差异化战略 当然也服务于集中化战略 就是集中化战略当中所讲的 集中藏宝链线 或者集中差异化 这是关于研发的战略作用 要注意 涉及到三个方面作用 第四点是关于研发的定位 这个关于研发定位 这个问题也是经常在主关题当中考到的 结合案例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企业的研发的定位 那么教材当中所讲到企业研发的定位 也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经常所讲的企业的研发战略 它叫研发定位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研发战略 那么我们说结合实际工作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 经常会讲到企业的研发战略 有几种 我们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三种 第一种叫什么 第一种叫自主创新战略 自主创新战略 当然我们说也可以理解成叫创新战略 但是一般我们把它称之叫自主创新战略 这是一种自主创新战略 那么我们教材当中呢 并没有这样讲 并没有这样讲 教材当中把自主创新战略 定位是常委下市场呢 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我们说常委下市场 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说白了就到头 于这个企业研发战略 就是我们所讲的自主创新战略 也就是说这种定位呢 往往是企业的规模 实力 财力比较凶厚 研发的力量 研发的能力比较强 它的定位呢 就是成为市场或者产业当中的 一个技术领导者的地位 也就是要把控 这个技术和市场的制高点 所以呢 它不断的进行自主创新 自主研发 因此它的定位呢 就是向市场推出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也就是自主创新产品 那么第二组研发战略 叫什么 第二组研发战略 我们一般把它称之就 魔法创新战略 魔法创新战略 这个魔法创新战略 当然我们这次异国的大作 也把它称作叫什么 称作叫跟随行战略 跟随行战略 那么我们就才呢 把魔法创新战略 称作叫什么 是称为成功产品的创新魔法者 就它的定位呢 是成为成功产品的创新魔法者 也就是说 这种研发定位呢 它不是主动的去建设什么 去建设自主创新 而是一旦在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以后 并且这种新技术新产品呢 得到我们说同行 得到市场 得到用户的认可了 然后呢 它就对这种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建设什么 建设魔法 在魔法的基础上呢 在建设消化吸收 然后建设一定程度的创新 所以我们说 这个成为成功产品的创新魔法者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魔法创新战略 这种战略相对于自主创新战略来讲 怎么样 投入是比较小的 分析是比较小的 是吧 周期研发周期是比较短的 甚至我们在某些情况下 还能够实现所谓叫弯道超车 所以我们监察的实际国 就大多讲到 我们中国企业这种制度创新能力比较差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什么 中国企业的魔法创新能力是比较强的 像国内的一些西药 西药 生产西药的一些药厂 那么那些西药呢 相当一部分 在国内生产出的西药 相当一步就成续什么魔法创新 魔法来讲 有的时候创新 有的时候可能创新不了 但是怎么样 周期比较短 投入比较小 主要是国外的一些 这个药品的 我们说可能过的这个专利保护期了 公开了 谁都可以魔法 所以呢 国内一些药厂的魔法 当然我们说 魔法出来产品和世界上国外的一些 最新鲜的药品来讲 可能我们差了十几年几十年 所以我们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差 但是魔法创新这种能力还比较强 当然我们说也不排除个别企业怎么样 就是侵权 侵权 就是侵犯了人家 欧美一些国家的这些抓力 侵权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这是第二种 成为成功产品的魔法创新者 第三个 第三个研发战略 我们习惯上叫什么 我们习惯上叫引进型战略 引进型战略 引进型战略 也称作叫合作型战略 合作型战略 那么对于这种战略就才打出同样 把它称作叫什么 成为成功产品的低厂保生产者 成为成功产品的低厂保生产者 那么我们说成为成功产品的低厂保生产者 实际上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引进型战略 或者叫合作型战略 什么意思呢 这种引进型战略也好 合作型战略也好 主要是通过 像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技术领协企业 我采取什么呢 我采取引进 也就各位他们的专利了 或者技术了 或者是和他们这些合作 这些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 然后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专利保护器 专利保护器 然后我净快的净快的 这些大量的投资 大量的投资 形成一座规模经济效应 那么借此呢 在专利保护器内呢 我们的靠着做大规模的投资 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以后 成为什么 我们是成为这个产业 这个低厂保的生产者 低厂保的生产者 它为什么能够实行低厂保的 就是由于引进这种技术也好 或者是合作开发出来 这种技术也好 有什么 受着做专利的保护 所以呢 我可以呢 通过大规模投资 净快的形成规模经济 这样的话呢 就加低我的厂保 那么这个成为 厂保产品的 低厂保制造者 或者低厂保生产者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 引进型战略 或者合作型战略 我们这样去理解它 所以在考试过程当中呢 这个企业研发战略的定位 就研发战略定位 所以有三种定位 你可以按照教材当中的 三种表书来掌握 实在我们说三种表书呢 记不住了 实在记不住的话 就按照我刚才说讲的 第一个就自主创新战略 第二个就模仿创新战略 第三个就引进型战略 或者就合作型战略 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 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讲 实际工作大作的这种表书 我想也算对 这是关于研发战略 也发战略 感谢观看